我們再來談回台海兩岸的攻防 根據台灣國防部112年中共軍力報告書 其中顯示 習近平將會在第三任期 推動解決台灣問題的進程 中共犯台的可能性以及軍事衝突的風險增高 我們知道 其實北京首選不是武統台灣 而是用和平的 比如說和平演變之類的方式統一台灣 但是您覺得習近平如果下定決心要武攻台灣的話 最大的誘因可能是什麼 習近平他有他的夢想 不管這個夢想叫中國夢 世界夢 或者是中華民主偉大復興 那台灣問題的解決 不管是和平統一 或者是武力統一 都是主要的手段之一 但是並不表示說他只會選擇和平統一或者是武力統一 因為其實從鄧小平在1980年 他80年代他就提到說 解決問題還是要兩手 一個是和平的 一個是軍事的 這兩個相互為用 相互為用是說 當他態勢對他有利 然後譬如說如果美國表示說他放棄台灣 然後台灣的防衛力量非常弱 然後中共他的解放軍認為他有把握能夠打敗美軍的介入 或者是很快的解決台灣問題 他當然會使用武力 但是如果說沒有辦法使用武力 或者是以台灣內部的政治情勢 適合以和平統一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的話 他當然就會用和平統一的手段 但是這個不是說做了哪一項就不做哪一項 他有時候相互為用 譬如說他會營造氣氛 他可能覺得你可能不太願意承認九二共識 或者不太願意跟中共談 我就展現我的軍事能力 然後迫使你 脅迫你去接受他的總值框架 或脅迫你去跟他談 所以這個從過去1949年以來 中共就是一直這樣使用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認為說他只採取一樣 現在他比較急迫 所以一定會使用武力 他有時候就漸進式的 或者我們現在比較流行的說法叫 灰色地帶行動 脅迫你 威脅你 騷擾你 然後你不堪負荷的時候就跟他談 或者是更嚴重投降等等 所以習近平叫統一台灣 我覺得是在他中華民主偉大復興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或者是里程碑 只不過是採取什麼樣的這種手段 但是以目前來講 我們看到其實在過去從2020年 中共要武統台灣的聲浪順消沉上 另外俄羅斯在侵犯烏克蘭之後 也有人說如果俄羅斯順利的攻佔烏克蘭 將來中共也可能會利用這個機會 來武力犯台等等 這個都是從單一的情勢裡面去研判 現在中共的企圖 但是我應該是說中共對台使用武力是不會變的 那以目前來講就是習近平他的企圖 第一個他在20大的時候並沒有指定接班人 那表示說他有可能在2027年21大的時候 繼續成為中共的領導人 那這種情況之下他勢必要在 他已經說服大家給你第三任 那他怎麼說服這個 雖然他是已經是掌握大權 但是還是要說服大家說 為什麼要給你第四任 那如果他能夠在2027年以前 在台灣問題上得到很大的成果 不管是叫和平統一 不管是叫武統 那當然對他進入第四任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另外一方面 2027同時也是解放軍建軍百年 他不但地要求解放軍要達成 建軍百年的歷史使命 那他有不同解讀 第一個是說你的軍事現代化 或者是你的軍力要等同美國或超越美國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轉移成為說 希望解放軍能夠在建軍百年之間 在台灣問題 或者是武統台灣方面 能夠做出什麼樣的貢獻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其實不管任何哪一種報告 說他是2027或2026 其實中共統一台灣 必要是武統台灣 這是非常確定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台灣國防部 昨天送給立法院的報告 也在強調說他第三任期 一定要對台灣問題要達成重要的成果 那就台灣來講 我們因為很認識很清楚 他不太可能就和平同意要不對你使用武力 或者是他不斷的強化武力過程當中 你不能讓台灣跟中國之間的機率落差太大 因為落差太大 他認為武力犯來非常簡單 那他當然在各種戰略決策上 就會把它列為首選或者是優先數據就會提前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台灣的這個自我防衛決心 你從我們的兵役的役期 從全支援役 然後役役四個月 然後延長為一年 然後特別是今年我們的國防預算 又增加了百分到GDP的2.5%等等 可以看出來我們已經看出這樣的情勢 而且在展現我們的防衛的決心 從去年到現在主要的三次共軍的針對台海的軍演 一個是佩洛西訪台 一個是蔡英文過境美國的時候參脈會 再一個就是最近賴副總統過境美國的時候 共軍的一個軍演 那除了他的政治上的意圖之外 您覺得在軍事上共軍的這三次軍演 它有什麼具體的應用於實戰的目標嗎 第一個因為這三個軍演 因為它的時間點不同 它有不同的動機跟意義 尤其是去年8月的佩洛西訪台 那它的時間點非常重要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因為中共事先跟美國要求說 佩洛西不要訪台 但是他不顧拜登政府的規權 他還是訪台 所以讓他很沒面子 第二個因為它的時間點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那二十大之前 你可以看到在二十大的過程當中 簡直是驚濤駭浪 習近平怎麼樣順利獲得第三任 那對團派可能的反撲 或者是不同聲音 他怎麼樣去質押等等 他其實是展現他的佈局 所以他當然不能在佩洛西訪台 造成一股聲浪說你為什麼對美國示弱 所以他展現強硬的態度 所以在去年8月為什麼他的火箭軍 然後在台灣設置了6到7個射擊目標區 然後應用東風-11跟東風-15的飛彈攻擊 那在今年4月份的時候 雖然蔡總統過進美國 他是跟麥卡錫見面 但是他展現了就是實兵不實彈 就是我展現我怎麼樣將來要解決台灣問題 我的戰備進行我的聯合火力打擊是怎麼做的 但是因為他沒有實戰射擊 所以他整個就是效果就是降低 那在賴副總統過進美國這件事情上面 當然就是因為非常敏感 因為明年1月台灣就要舉行總統大選 一方面當然賴副總統也不希望說他的過境太過高調 然後給予美國難堪或者不好處理美中關係 因為現在美中關係正在好像要處理讓他和緩 或者是去風險 那當然也不希望說中共或者是國內能夠對他的過境 然後給予指責說他引起了兩岸的這種衝突等等 因為這樣就坐實了人家說這次總統選舉是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就避免做這樣的這種說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這三次不同的演習 他既考量了台灣的因素 也考量了中共內部的因素 也考量了美國的相關的因素 當然他有一些是不變的 譬如說是不是會介入選舉或考量選舉 那是不是用水煮青蛙的方式去疲憊國軍的戰備整備 然後一方面又可以測試美國的態度 那當然最基本的就是他其實只是把他例行性的訓練 或者是這種訓練他能夠透過這樣的訓練去演練 或者是驗證他對台的這個作戰方案 但是就他的效果來講 第一個我們看到其實台灣有沒有屈服 反而讓美國更加關注台海的安全 或者讓台海問題的國際化 就軍事效果來講 當然這個解放軍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演練跟驗證 但是也讓台灣了解更具體的中國將來對台灣的軍事行動方案 另外一個效果就是說去年8月火箭軍隊台灣的這個飛彈設計 如果他非常成功 那火箭軍的司令員應該獲得重用跟高升才對 那經過這幾次演習 然後火箭軍的司令跟政委被換掉 那這之間有沒有相關的影響就很難說 但是就軍事驗證的效果來講 恐怕裡面是有探討空間的 而且最新看到中共的國防部剛剛回應了 就是魏鳳和失蹤的這件事情 也間接證實他來魏鳳和確實是出事了 對 除了魏鳳和失蹤這件事 我們看到中國國防部昨天也回應有關核潛艦的問題 他並沒有說 沒有這件事情 他說這個訊息是完全錯誤 那這裡面其實我覺得有一些思考空間 完全錯誤 當然我覺得第一個錯誤是說 它不可能是在台海爆炸 因為台海這麼淺 那如果它在別的地方爆炸 其實他說這個資訊完全錯誤其實說得通的 或者是不一定是這個型的潛艦 可能是其他型的潛艦 所以他不是以那種完全否認的態度去談核潛艦的問題 那我覺得可能後面還有一些情緒發生 那另外就魏鳳和來講 就是在呂毅超被撤換之後 那時候就在講說他的前任 他的前前任 會不會連帶調查 所以也證明了當初大家認為魏鳳和會受到調查這個謠言 那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果然應驗 他果然不在 大家找不到他果然始終了 那是不是在調查 或者怎麼樣 可能後面還有一位更精彩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說回到台灣的自我防禦的決心 其實我們也看到 無論是美國的政界、智庫、學界 其實都還擔憂 就一旦開戰台灣人 他是不是有足夠的決心要捍衛台灣 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台灣是一個多元民主開放的國家 然後每個人都有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那你也不能限制有些人是比較以自我利益為優先考量 你說一個國家要能夠百分之百 然後提前應應緊急或者是戰爭的狀態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我想每個國家都是這樣子 但是你至少從目前政府的態度跟政策來講 其實是非常嚴肅面對將來中共可能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那希望能夠透過嚇阻的方式 就是不希望戰爭發生 但是我要展現我的強大的軍事能力 讓你不敢發動戰爭 或者是讓你了解如果發動戰爭 你要付出重大的代價 我想和平主要是透過這種方式而來的 那如果和平是要透過慘烈的戰爭經驗跟教訓來換得 那付出代價太大了 那當然這也不能一廂情願說 我嚇阻你你就不會打我 因為不只是我們單方面的問題 可能對方他有內部的政治的問題 或者是領導者個人的企圖性的問題 他非得要發動戰爭不可 那當然台灣整個全體 本身的所謂的全民國防或者全民防衛 它的體制 它的意志就非常重要 尤其是抗敵意志 那過去在俄乌戰爭之前 其實台灣在推動很多國防政策 它其實有一點困難度 因為大家覺得戰爭不太可能發生 或者是兩岸已經互動往來了 關係已經合緩了 這不可能會發生戰爭 但是我剛才提到說 從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對台灣的企圖 或者他不斷地要求解放軍 軍力的提升 甚至在俄乌戰爭之後 你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人民也感受到說 戰爭並不是不會發生 或者戰爭也沒有離我們很遠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除了國防 除了軍隊之外 那我們的人民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灣其實有一些民間的團體 不管台灣民防組織 或者有些什麼學院 他辦一些課程來講 都是秒殺 很多人就報名 那很多人就是很急於的要學習 除了已經當過兵的以外 尤其有一些女性 她要學習如何在戰爭當中保護自己 如何在戰爭當中能夠保衛自己的家園 如何能夠在戰爭當中保衛自己的國家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 當然就政府來講 當然就是透過制度性的方式 譬如說強化國防 那強化國防 我們看從今年的這個國防預算 稅出大概是4,312億 那過去大概都是從3千億 3,500億左右 那今年編的也就是明年的預算 因為這個是準備要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這個年底之前還有預算的審查 但是你從這個4,312億 它其實已經增加到佔我們GDP的2.5% 因為過去美國曾經一直在提醒台灣說 你的這個國防預算應該是GDP的5% 或者3% 都有不同的說法 像最近來台灣訪問的這個美國前國防部長 他也說你應該是3.5到5 那當然因為每個國家經濟情況或者是 因為你不能為增加來增加 應該你想好說你在國防有什麼樣的需求 那你是要買的還是要這個國防自主自我建造 那需要多少錢然後加上去大概會有多少 應該是這樣理性的分析跟判斷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今年的這個 送出去的國防預算2.5% 已經比過去幾年都要高 而且如果加上非營業基金大概是6,068億 其實是非常高的